黃縣長在硬邀支持時首先恭喜所有鄉鎮市民代表們在激烈的選戰當中獲得選民的支持退營而出 立委監督行政院、議員監督縣政、代表則是監督鄉鎮市公所 受到財政排擠預算短線的情形,縣府財政狀況並不佳,鄉鎮市公所就更不用說了 使用代表都會到縣府經營一些事情,雖然感覺上應該是鄉鎮市公所應該要做的 不過政府是一體,希望大家都能夠促進所惠、和諧、積極建設地方 經費應該要用在需要的地方上 他也跟縣府各局處以及鄉鎮市長要求多提出相關的計劃,多多向中央來爭取經費 那我們邀請到內政部的一個中國幫助事林科長來 主要講述的內容就是告訴各位新任的代表 一些意識規則跟一些食物面 然後另外還有包括他們的一些前例衣物啊 明代會用的一個支給的一個方面的一些訊息 希望代表聽聞說對以後的意識映作都能夠很順遂 這是我們今天開這個演習會的主要的目的 這幾個月台東縣政府已經向中央爭取到了不少的經費 例如向文官處向觀光局爭取到的魅力據點經費3億元經費 原民處向原民會爭取原住民特色商圈2億元 以及建府將與國有財產局合作的舊台汽車站前廣場規劃定程 有意者願意投資4億元來興建總計約10億元 希望將台東舊火車站打造成為交通轉運、觀光旅遊以及諮詢 夜間休閒的活動的新商圈據點 東台新聞部林茂盛的報導